其实大自然美好的环境就在你我的身边 泰安巨工所也为大家介绍 目前当地总共包括了有尖冻山步道 还有穷子湖等六条主要的观光步道 总长度约有十公里左右 加上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生态资源 相互的串联等特色 非常适合亲子共拥 欢迎大家相约来到泰山游玩 一起探索大自然户外绝美的风景 泰山区目前既有尖冻山步道 穷子湖步道 骑头骨道 一学坑步道 蝴蝶步道 清风亭步道 共六条主要观光步道 总长约十公里 路途适中 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共游 泰山因为地形的关系 总共有六条步道 包括骑头骨道 一学坑步道等六条 那都是有非常特殊的人为景观 那也欢迎大家来走我们的登山步道 那每一条步道都是有非常这个生态多元的一个部分 像是尖冻山步道 海拔虽不高 但山势较为陡峭 保留最原始的山林气氛 穷子湖步道 一学坑步道 蝴蝶步道 清风亭步道 四条步道 彼此相互串联 拥有众多自然景观特色 在穷子湖福德宫这里 观景台居高临下 一望无际的台北盆地 犹如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们泰山有明治书院和印化大牌生态园区 等美丽的景观和文化的一个传承 那也欢迎大家来泰山寻找秘境 寻找夏日美丽的生态和生活 课长表示泰山不仅有设置完善的登山步道 还有求知识长智慧的明治书院 底庙的后方堪称新北后花园的印化大牌生态园区 景色室外桃源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向约来泰山游玩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